记者黄旭磊高中报道 新娘秘书拿LV手提包 包内尽塞满药装脏物被送办 前镇区三多商圈一家大型连锁卖场 去年12月起接连遭窃 保全客帐盯上一名戴帽 口罩及假发女子 女子持LV名牌包再次进到卖场厕所 若无期事欲离开 保全客帐于出口处等待 于名牌包内起或护肤水 隔离乳香氛喷雾等脏物 脏物都已简标 辖区复兴物派所所长林峰凯 今天三日表示 谢钱36岁 怯道外表贵气 却称心密收入不稳定 景气不好 平均两个月才要一次生意 入不敷出 需到保雅头眼妆 唇刷眼影刷急速眼霜等工具 谢钱公称 从去年12月起三度 走进同间卖场厕所 将赃物检标后吸出 估计赃物总计约1万元 警方怒事谢钱 名牌包动折数万元 竟下手刑窃数几百元商品 走完法律程序后踏实做生意 券案依据窃到罪嫌送办 我可以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